大脚板我们是非一个大一个小的 上面写着松紧两个字是大的 没写的是小的 安装的时候 先将小头的脚板安装到带眼干子的细头上 这里 然后大号脚板安装到不带眼干子的粗头上 然后再拼接盖子 这样就拼接好了 如何调节干子的长度 按住小豆子 然后拉伸 往外拉伸 内干 拉伸到长度比实际墙距落出4-6厘米的长度 然后把小豆子跳出来 干子的一头脚板先固定到墙上 你需要的位置固定好了以后 另一头斜着上墙 它不是直的状态 是斜着上墙 然后依靠弹房的力量 斜下方这一脚板 持劲往另一侧推 推着推 然后这样把干子拉直就可以了 监制 墙